魔法基礎 哈囉大家好我是紅月 那我們今天呢要繼續 我們的魔法基礎 魔法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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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是解不了 我在想我們現在 是不是也要接著繼續解 因為我覺得把一些 基本的東西都解完之後 觀眾們應該說有一些新觀眾 比較容易理解這個 模組的一些事物 我覺得 對然後順帶提啊 我們有個技能是可以 原地起跳 然後可以彈很高的 就還蠻有用的東西啊 不過雖然說我是想要找血啦 雪要去哪裡找 等一下啊沒有雪了然後附近感覺 不像有雪啊 畢竟我們這個模組有沒有 它改了很多的這個生態系的東西 我要找雪的話就要找高山 不知道高山有沒有那麼好找啊 然後順帶提啊這個東西呢 是那個 副本吧 這個是副本的入口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這是什麼副本 這個是什麼啊 草副本是不是 看一下 這是什麼啊 機關什麼啊 這個是以前沒有的 八十幾耶 我現在幾級啊 三級 這根本就進不了啊 隨便啊 我們就稍微看一下 不能進也沒辦法啊對不對 然後這附近到底哪裡有雪啊 我又來到那個 雅洛赫他們上市 喔前面有雪前面有雪 我看到啊 這邊的是雅洛赫上市 也就是我們第一級來的那個城堡 他們好像把這邊攻略完了是不是 所以說我們進去也沒什麼意義 總之有雪之後 應該就可以直接解那個任務啦 我們就挖一顆起來 多挖幾個好了 反正之後有機會做雪人的話 我們也可以就是不用再跑這一趟 就還要出門找 好啦那總之我們現在就直接 欸 冷水瓶 接著應該就能夠還任務了吧 我們來還一下 冷水 YES 要下一個呢 同氣時代 我們就要開始發展科技了是不是 比較基本的應該差不多了吧 我覺得 畢竟我們接下來要發展的就是什麼 銅啊 然後就要升級熔爐了欸 所以說在那之前我覺得啊 我們今天這一集先來 整頓一下我們這個村莊好了 畢竟我這個村莊看起來 其實蠻不像一個適合居住的地方 我想要稍微花個時間在這邊蓋個圍牆啊 然後 把這邊整合得比較像是我住的地方 應該還行吧 不然的話到時候有一些殭屍什麼 從外面突襲進來 不就糟了嗎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不行啊 我一定要想辦法就是把這邊改造成一個 比較好住的地方 所以說我想要先來收集一些木頭什麼 就是說這是不是我的錯覺 我真的覺得 這個模組好像讓我們挖掘速度變很慢 雖然說我現在哪是石斧啊 可是石斧有挖這麼慢嗎 其實感覺真的很慢 那我的想法其實也很簡單啊 因為畢竟他已經有幫我們堆的是這種像小土堆的東西了嗎 所以我覺得我們就照著這個地方有沒有 外圍就給他鋪一層柵欄 讓就是 怪物不要那麼輕易的走進來就行了 我覺得我這樣鋪能進來的應該就只有蜘蛛才進得來吧 像殭屍什麼的應該是對我完全沒有威脅的啦 所以說我們就稍微花一點時間 把這邊都給鋪一鋪吧 OK各位觀眾我稍微花了一點時間喔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我周圍已經都擺好了這個柵欄 然後裡面也插滿了火把 應該是不會生過來了吧 欸不對上面這邊也不會生欸 這邊怎麼有危險啊 OK我們目前這邊已經都插完了 然後就可以在那邊看外面有沒有 這些殭屍都很可憐的在這邊走 接著我們就可以 把我們的這個小動物叫出來 從裡面有沒有朝著外面刷過來啊 哼 欸 啊我的小怪都不會去打人喔 該去了吧 是我召喚不好嗎 感覺我的小動物 喔唷開殺開殺 感覺好像也沒什麼用欸 等一下 我有沒有那種遠程的啊 有沒有那種遠程的攻擊的 動物喔 好像也沒有欸 看不出來 他好像沒有特別寫什麼 喔好麻煩喔 這個東西 我害我還會自動打怪 你知道嗎 就像是你叫野狼 結果也沒有啊 你還是要自己打 好啦 那總之我們目前已經有了 最基本的一個小村莊可以發展 接著我們就可以正式的 來繼續解任務囉 銅氣時代 反正就挖10個銅礦嘛 銅礦好像還蠻難的 是嗎 因為像這個東西是 平銅 就比較少的銅礦 那個好像不算 欸欸這怎麼空間手 幹嘛 我們要找的好像是 真正的銅 這邊好像有啦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像這個有沒有 一般的銅礦才可以 我們就來收集10個銅礦 是說我記得他的礦 我好像也有分這個地獄星 就是地區不同 會有不同的礦的樣子 剛好我這裡就是有銅礦可以挖 然後還缺兩個 可是這裡已經沒有了 接著我們就繼續找啦 只是我這邊 天然洞窟在很深的地方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那種地方會不會有銅 欸不要擋我的路啊走開啊 來來來來 這邊會有銅嗎 這邊只有這種籤啊什麼的 我們先不挖好不好 可能之後也會有任務需要 我們挖我們要撿這鍋的東西就好了 欸這邊到底還有沒有銅啊 我看就是這個籤最多 然後這裡還有這些 像樹莓的東西在這邊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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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唷 嘎唷 嚇到 剛以為我要死了 總之這不是銅耶 我想說我找到那個銅 結果是三銅 他底部就是會有這種東西 就不是我要找的 哇不是啦觀眾我稍微 下面稍微繞了一大圈 我找不到 找不到銅了欸 銅怎麼那麼難找啊 感覺我們在那種 地表有沒有找 峽谷 往下看應該會比較好找 桶真的有很難找喔 真的我相信以前我玩魔法技術好像還是一直找不到桶 啊我玩的是找不到桶還是找不到鉛 反正就很難找 啊對 然後我們目前其實有點等級喔 為什麼會忽然想到這個呢 那是因為我現在發現 我打得都不太痛 都要靠我的召喚數來打 好 我在想是不是因為我沒有點那個 就是要過完 我沒有點這些智力什麼的 嗯 我覺得我應該要點一下對不對 就是全智慧 應該會比較強吧 我們來點一下 全點 反正他沒事應該還是可以重置配點啦 就點點錯的話 總之我們就繼續找桶啊 桶真的很難找喔 找不太到 欸找到了找到了 剛剛說找不到會馬 他就找到了 剛好 Yes 完成任務 莫名其妙啊 下一個 終於可以升級我們的熔爐啦好不好 因為這個模組他 我記得沒錯的話 就是熔爐一定要升 不然的話 那個產礦物太慢了 因為這個模組就是 魔法金屬嘛 對不對 顧名思義就是有非常多的金屬 而且也需要消耗大量的金屬來製作一堆東西 所以說熔爐是很重要的 我們就是像這樣多挖一點碳 然後就回去 燒那個銅出來吧 來來我們打開這個礦物包包 然後就開始燒 燒桶 OK 我們目前的桶已經都燒完了嘛 那接著我們就是 我們先做兩個好了 好不好 他要怎麼做啊 我記得好像要用那個 銅齒輪是嗎 看一下 應該是這樣子吧 對對對 這樣子 我們做 四個啊 做四個 接著熔爐擺中間 然後銅這樣子 銅齒輪 有了 銅熔爐做出來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回報任務了 接著還有那個粉碎機喔 粉碎機印象中也是很重要的東西 但我是沒有銅啦 銅粉碎機就是 讓礦物變雙倍的東西嘛 就這兩個我覺得是魔法金屬 前期最需要做的東西喔 所以說我們就 銅好像還不夠耶 沒有關係 我們再來收集一下 稍微挖一點銅 應該也是可以的啦 我們來繼續挖 這遊戲是怎樣啦 我怎麼又被秒了 我不是滿窗啊 怎麼會這樣子啊 難道這就是等級至MMORPG的不合理之處嗎 我只有四等 遇到一個25等的安德 然後我被秒殺 然後我打他是0 OK 接著我們就來做一下那個粉碎機喔 粉碎機就是 喔 這樣子吧 印象跟 印象中跟銅熔爐差不多 只是旁邊化成末棍 就可以做碎石機 那我們就可以還這個爐囉 喔 塞網器 這個我們就先不做啦 因為這個 這是什麼東西啊 還要從沙子塞礦物之類的是不是 OK 沒關係啦 我們今天先不做這個 我們今天就 因為我們偏前期嘛 我們就先來打造個那個 自動熔爐好了 畢竟這對我們以後生存很重要 我想要先把它做一做 總之我們先那個 碎石機什麼都先做出來 接著 因為我這個房子太小了喔 我打算在外面這邊蓋吧 可能就這裡好了 這邊放個自動熔爐感覺不錯 OK 那自動熔爐擺設也很簡單啦 首先我們就是先放兩個箱子 然後後面隨便接個漏斗 接著就是這個銅熔爐吧 銅熔爐先放 然後上面再放漏斗 然後熔爐上面放碎石機 它這個順序就是 先把東西放到碎石機裡面 它可以把它一一分為二 然後變雙倍之後再把它燒成我們要的東西 這樣應該就是最基本的這個 產業鏈嗎 應該叫產業鏈嗎還是什麼 總之我們趕快再多做一點箱子喔 把它那個 整個結構都做出來 總之後面也沒什麼好啊 就後面再放個箱子有沒有 然後這邊再放個箱子 上面再放兩個漏斗 然後再放個箱子 基本上就完成啦 完成啦 最簡單的方式有沒有 那接著呢我們就可以把我們需要的礦物 比如說鉛 把鉛給 丟進魚燒 它就會像這樣子分散出來 然後接著我們後面這邊放燃料 這邊再放燃料 它就會很平均的吧 就是 它會把這個鉛礦我們先分碎 具體分碎成什麼我不確定 可能要稍微看一下 喔它好像就是變成這個鉛粉吧 然後就可以變成鉛錠 是還蠻有用的東西的 總之我們就是在這邊稍微燒一下 然後一些比較重要的 比如說 這個是什麼 鈦啊 這是鈦 這不是鉛 這是鈦 以前的鈦不是藍色嗎 怎麼變成粉紅色 那總之我目前燒這個鉛的目的呢 就是 我記得熔爐是可以升級的 比如說 一般的熔爐可以變銅熔爐嘛 銅熔爐可以變鉛熔爐 鉛熔爐可以變鐵熔爐 鐵熔爐可以變鋼熔爐 就這樣子慢慢做做做做做 可以做到很後面有沒有 這也太好了 然後每升一階它的速度會再變得更快一點 不過目前應該是沒辦法升級到那麼後面啦 頂多應該就鉛 然後鐵 下一個是鋼 鋼就做不出來吧 因為我記得鋼是那個合金 結果它會需要用別的東西去做 目前搞不出來 所以說我目前就是先燒一些鉛 然後 我不知道我這裡還沒有鐵 感覺鐵不夠 我們就在這邊稍微燒一下啦 然後就 再去多挖一點鐵好了 畢竟我的鐵應該是剩不夠啊 OK那我們目前稍微等一段時間 能燒的也都燒的差不多了 我們就把這些熔爐都給拆起來吧 畢竟我們要升級它啦 來來來我們稍微做個那個 鐵齒輪 鐵齒輪和銅齒輪我印象中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材料不同 因為那個鉛好像沒有鉛齒輪 所以我們就 多做一點啊多做一點 畢竟我鐵蛙蠻多的 先做個八個 然後就是把銅熔爐給升級喔 升級的話 應該是差不多的啦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放個齒輪 喔有有有像這樣有沒有 鉛熔爐 哇待會兒我的鉛挖得剛剛好喔真的假的 先做兩個鉛熔爐然後是 碎石機 哇我真的是超猛耶 算得剛剛好有沒有 碎石機有了 然後有了鉛熔爐之後我們就是繼續給它升級啦好不好 直接把它變成鐵的 然後碎石機也一樣 這個應該就是我目前能夠做到就是 最好的熔爐喔 然後我們就是給它一樣擺回去 然後就是看一下效率有沒有比剛剛快喔 剛剛各位前面應該有看到就是真的很慢 我現在來丟 丟看有沒有比較快 忘了放煤炭是不是 煤炭飯一下 然後 稍微好像真的只有稍微快一點 其實沒有很快你知道嗎 好啦 總之就是我們目前 礦物其實也挖蠻多的啦好不好 我們就是全部都給它丟進去 印象中沒錯的話應該大部分的礦物 都可以用這個碎石機 讓它變兩倍 然後再拿去燒 所以說我們沒事就 還是就讓它燒一下比較好 好啦那總之我覺得我們今天這一集就差不多今天好這 沒想到我光是把這些熔爐做的做有沒有 然後把我們這個村莊給 呃 定位定好 就花了兩個小時左右 那總之我們今天這一集就差不多今天好這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了解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